蔡剛拿起聽筒就被共軍廣播打斷 總統蔡英文笑得出來 一旁戰管單位主官立刻關閉頻道 確認沒有其他聲音才繼續通話 請確認空戰戰備執行情況 總統與國軍飛行員戰備通話 被共軍嗆聲過程全兜錄 只不過軍方把整個戰管中心 都打上馬賽克 卻依舊發生吵嘎場景 也讓人質疑空軍在頻率安排上 可能還有蓋盡空間 面對質疑空軍回應 中共空軍廣播是透過戰管中心 緊急頻段的喇叭放出 並非總統當時的通話頻段 而日前我國在太平島周遭海域 進行實彈演練 卻被越南外交部指控侵犯越南的主權 我國外交部也重炮回應 我國領土不容質疑 我國政府有權在太平島上 及其相關海域行使作為主權國家的一切權利 無論是國軍還是外交部 都展現守護主權領土的決心 共軍喊話意外露出 更讓民眾難得一虧 國軍捍衛我國領空的最前線 華視新聞當時的劉偉誠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